安倍出席了日本某视频网站的大型宣传活动 在日本自卫队展区 安倍身着迷彩服 头戴坦克帽 登上最新研发的坦克拍照留名 日媒报道称 安倍是几十年来首位穿上作战服出席公开场合的日本首相 日本网民批评称 安倍的行为为国际社会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提供了实证 4月28号 日本政府在东京举行了所谓的主权恢复日活动 以纪念二战结束7年后 日本摆脱美军的统治 在纪念活动快结束时 在场人员三呼天皇万岁 安倍也举起双臂高呼万岁 正打算离开活动现场的名人天皇 听到万岁声后 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4月下旬 安倍内阁先后有4名阁员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安倍晋三本人则是在4月21号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在安倍的纵容下 今年春季有168名国会议员集体败鬼 其中来自自民党的多达133人 安倍还在国会发言时称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不一定被界定为侵略行为 分析称 安倍的上述言行并非孤立 安倍的内外政策源于其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 他笃信国家主义 保守民族主义信条 为此推行了一系列右转措施 包括设立恢复主权日等 特别是要突破二战后颁布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宪法 摆脱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对日本的约束 建立无任何限制的军事力量 为走向军事大国铺平道路 评论称 为赢得更多的选票 安倍不惜煽动民族主义风潮 不断散布极右言论 并不断付诸行动 如今 日本右翼活动越来越不受阻拦 大行其道 右翼政治家引导舆论和国民 向右转 受其诱导的舆论和国民 又反过来拥护支持右翼政治家 日本的政治发展 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未来令人担忧